大家好,我是带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在开始前先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兄弟姐妹们 小保底不歪,十连双黄 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要来说一下元神在国外到底火不火 像这位朋友这种问题 野猪基本上每天都能收到 真的有很多外国人对国产游戏这么狂热吗? 先请大家看一下今年第一季度的全球热门游戏排行榜 元神是用户支出第一的 然后是三月份中国手游海外收入排行榜 元神位列第一 接着是二月份元神在美国的游戏市场收入位列第四 然后元神全球的月火玩家已经达到了六千多万 日火玩家一千多万 而根据早前一些机构的统计 每日韩元神月火玩家差不多有三千万左右 所以元神到底在国外火不火 相信各位朋友通过这些数据应该已经清楚了 最近在日本的一个论坛进行了一个投票 你是用什么设备玩元神的 结果使用手机的只有16.7% 而就是这么一个比例 元神在日本的收入还经常拿到第一 PS4 33% PC 30% PS5 5%左右 貌似有不少人买PS5是专门为了玩元神买的 这种评论我估计会被挂在贴吧或者某些地方吧 这是一位狂热的日本元神玩家发的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里的材料 全部都是九千九百九十九 我想问一下他是有多闲啊 国内有没有这样的玩家 全部都是九千九百九的 接着是外网玩家的一些建议提议想法 元神能不能和这部动漫联动一下 这是一位大佬自制的角色同仁图 非常的可爱 还有男主的 感觉看上去还可以啊 不过联动应该是不可能的 女主确实非常的可爱 在外网的论坛 关于元神和这个动漫的联动也上了热门 说实在的这部动漫确实挺好看的 然后向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朋友的作品 本大爷什么时候复刻 画的真的挺不错的 这里也希望朋友们都能展现自己的才华 把自己的作品可以分享给大家 接着是每到快月底的时候 总会有朋友来问的 下个月的角色可以兑换哪一位 那么这是现在商店的轮换兑换表 大家可以保存一下 暂时不会添加新角色 都看到这里了 也就向大家求一个一键三连 祝每一位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抽卡圆梦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了 关注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